那莫金晶这个角色非常瘦弱 很受欢迎 美珍当时会觉得当初做错的选择呢 我不觉得她会这么感觉 因为每一个演员在拿到角色之后 他们一定尽情地发挥 他们也无法预测说角色出来之后 会怎么样瘦弱 他们无法预测 但是美珍可以说 如果说她失去了一个好角色的时候 她其实也拿过一个很好的角色 就是在出路的时候 我记得出路的时候我们在选女主角 那时候女主角也是有好几个选择 然后那个女主角是要剃光头的 那剃光头有找了一些女演员 他们都拒绝剃光头 所以后来我们把那个范围缩小了 变成只剩下三个女演员 我记得当时 通通啊 爹告诉你喜事 爸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 你怎么可以答应 把我家给那个大老官的 怎么 爹做的不对啊 虽然人家说娶你做小 可是人家答应 要用大红花叫接你过门 这三个女演员 美珍做还有另外两个 后来我们一直几句不定 不知道要选到底选哪一个比较好 那后来我跟令宋令宋的时候监制 那我们就说我们来由上天决定吧 怎么决定 因为我们把上个女演员的名字都写了 放在一个杯子里 然后我们就好像在 抽签 我们就让上天来决定 结果就摇那个杯子 然后就跳出一个名字来 我们打开一次喜美珍 第二次我们又把那个名字 放进了杯子里 就再摇一摇 又跳出一个名字来 我们再打开 也是美珍 所以我们都两次 我们说第三次才做准 结果第三次跳出来也是美珍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有时也是命中注定 美珍就在那样情况之下 拿到了那个角色 那么也证明这个角色很成功 他也拿到女性大奖最佳女主角 可是我很好奇 那另外两位女演员是谁 那个两位女演员我就不说了 他可能错失了一个角色 他也可能拿到一个好角色 就是有一种 我觉得这个娱乐圈有时是很奇妙的 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些 注定的因素在里面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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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